一个人心机很重,从说话就可以看出来,要当心了。 在这世间,我们免不了,要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, 有的人,心思很浅,说话直爽,性格爽朗, 与之相处,你会觉得很轻松, 有的人,心思很深,说话总是藏着三层椅子, 让你看不透,猜不透,与之相处很累, 心思越深,心机越重的人,往往很难交心, 而且,你也很容易受到伤害,一个人心机很重, 从说话就可以看出来,与人交心之前,要学会则有, 别让自己上当受骗,说话的措辞,看他的心机, 措辞,是说话的艺术。 心机深的人,他的措辞精准而独特, 既能达到沟通的目的,又能隐藏真实的意图, 电视剧《伪装者》中的明楼, 他能够根据场合和说话的对象,巧妙地选择适合的措辞, 不但,能掩饰自己的真实身份, 也能实现自己的目的, 曾有为名人说过,与掩饰思想的衣服。 心机深的人,他与人说话时,所用的言辞, 就像精心制作的礼服, 既展现了他的智慧,也隐藏了他的策略, 时常,让人觉得他深不可测, 不知他到底有着怎样的想法,将做出怎样的决策,相反。 心思越是简单的人, 说话往往更为明朗, 直接,有什么就说什么, 从不藏着掖着, 让人,能一眼看到他的心底, 说话的语气, 看一个人的心机, 每个人,说话,都有自己的语气, 语气,是说话的韵律, 是表达情感的调色版, 一个人怎么说话, 就会暴露出他有着怎样的心情, 有着怎样的态度, 心机深的人, 说话的语气变化多端, 如同演奏一首复杂的交响乐, 他可以在瞬间, 从瓶颈切换到激动, 从冷淡转换到热情, 就像电视剧《军事联盟》中的司马懿, 他可以根据不同的场合, 改变自己的语气, 以达到自己的目的, 语气, 可以操控一个人的人心, 越是有心机的人, 越是善于用语气去操控他人, 有时, 看似着急, 其实是伪装出来的, 有时, 看似平静, 其实内心却早有了各种盘算, 心机深的人, 善于保持沉默, 有时, 一个人说的越多, 就暴露的越多, 没有心机的人, 别人问什么, 他就答什么, 别人说什么, 他也跟着说什么, 别人还未说出想法, 他就先表达了自己的决策, 沉默是最强大的言词, 也是最深沉的心机, 心机深的人, 他懂得在适当的时候保持沉默, 用沉默来传递自己的意图, 电视剧《狼牙榜》中的梅长苏, 他在关键的时刻选择沉默, 以此来控制局势, 他懂得静观其变, 在沉默中, 观察每个人的反应, 沉默, 既是一种智慧, 也是一种策略, 心机深的人, 从不会轻易表达自己的内心, 而是会让自己安静下来, 在沉默中, 观察周围, 伺机而动, 既不得罪他人, 也不暴露自己, 默默掌控全局, 说话没有立场, 看不透他的心子, 心机很重的人, 不会轻易表明自己的立场, 他总是在此刻一种态度, 到了另一种场合, 又是另外一种态度, 会随时调转风向, 为了达到他心理的目的, 获得自己想要的利益, 他会随时改变自己的立场, 背弃信任他的人, 习惯在人群中周旋, 用模棱两可的话语, 迷惑身边的人, 有心机的人, 不会真正信任任何人, 不会真心结交朋友, 同时, 只要别人给出的条件足够好, 他也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倒戈, 他不会让别人看透他的心子, 就算是最亲近的人, 他也不会轻易告知自己真实的目的, 心机重的人, 说话没有立场, 也没有真正的信仰, 心底藏着最深的打算, 任凭谁, 也不知道他的心底, 到底打着怎样的算盘, 喜欢帮别人铺路, 却都是为自己利益, 生活中有一种人, 看似对别人很好, 其实所有的付出, 都是藏着盘算的, 心机重的人, 所做的一切, 其实都是为了自己的目的, 看似与人为善, 喜欢帮助别人, 为别人铺路, 其实只不过是为了收获他人的感恩戴德, 总是走一步, 想十步, 想要用最小的付出, 获得最大的回报, 表面上看, 是帮别人铺路, 是为别人尽心尽力, 事实上, 他才是最后的赢家, 对别人的付出和帮助, 都不是出自真心, 而是一种收买人心的手段, 他绞尽脑汁, 无时无刻不再为自己筹谋, 不单为自己赢得了好名声, 还收获了巨大的利益, 一旦别人没有了利用价值, 或者无法从对方身上获取自己想要的, 他会马上将对方弃之, 心机重的人, 从不会让自己的付出白费, 对别人的铺路, 其实, 都是为自己的利益而谋划, 早已经失了赤诚之心, 凡是喜欢试探, 试探, 是一种窥探别人心理的过程, 一个人有心机, 说话时总是试探别人, 试探别人有什么想法与创意, 在内心深处, 默默吸取别人的优点, 凡是喜欢试探别人想法的人, 往往爱比较, 爱算计, 见不得别人比他好, 如果一个人, 总是用各种方式, 去试探对方的真实想法, 不愿意知话直说, 那么他做人并不真诚坦率, 与这样的人交往, 会觉得时刻保持警惕, 会很累, 人与人之间交往, 应该建立在坦诚的基础上, 真正没有心机的人, 在与人交往时, 说话很直白, 一筐说, 带着计算器, 不断算计的人, 不论男女, 都不会有真爱, 诚服身的人, 与人交往, 总是内心深处, 不断算计自身利益的得势, 而且, 还会自然而然地站在自己的立场上, 去考量他人, 心机重的人, 喜欢窥探别人的想法, 以此想看出对方的心思, 了解对方的本质, 喜欢掌控感, 但是, 心机太重的人, 会给别人带来压迫感, 以及不舒适感, 让人选择远离, 说话带着算计, 人与人之间交往, 并不是爱笑的人, 就值得交往, 有一种爱笑的人, 表面爱笑, 心藏算计, 简称笑面虎, 笑面虎, 总是一副笑嘻嘻的样子, 仿佛和谁都是要好的朋友, 心中自有诚服, 实时算计得失利弊, 习惯性的算计, 却很少付出真心, 与人相处, 所表达的善意, 其实是诱饵, 俘获别人的真心时, 常常又会算计, 他能给自己带来多少利益, 所以, 心机重的人, 与人相处时, 从不会轻易做决定, 而是, 在看清有利可图时, 才会做出决定, 才会将自己的内心所想, 真正表达出来, 心机重的人, 总是会借着别人的善心, 打听别人内心深处的话, 然后不断地修正自己要走的路, 看似与很多人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, 其目的就是, 在他需要的时候, 让其他的人都成为垫脚石, 心机深沉的人, 心中总是会有谋算, 他们不会走一步看一步, 而是走一步谋算十步, 习惯于步步为营, 小心谨慎地与人相处, 太过于喜欢谋算的人, 往往容易算计到身边的亲人和朋友, 情谊, 在他眼里变得微不足道, 说话是, 身段很软, 有心机的人, 说话是, 会放低自己的身段, 俄国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, 曾被一个贵妇人当作搬运工搬箱子, 她丝毫没有怪罪妇人, 反而很愉快地完成了这份工作, 获得了一卢布的报酬, 当贵妇人得知她是托尔斯泰时, 很是羞愧, 连忙对她道歉, 托尔斯泰倒是很乐观, 觉得这是自己劳动所得, 没什么不好的, 认为这与自己得到的稿费一样重要, 有心机的人, 说话是, 身段很软, 给人好相处的感觉, 心机, 并不全是贬义的意思, 可以理解为, 这是一种有智慧, 有头脑的人, 情商比一般人更高, 他不会过分抬高自己的身段, 反而会放低自己的身段, 去与他人对话, 间接让对方放下自己的戒备, 与对方有话体感, 有心机的人, 总是能轻而易举地得到对方的真心, 与对方建立友谊, 说话言语很柔韧, 在我们的身边, 总是认为那些有领导风范的人才能成就大事, 却往往会忘记的他们是如何与人相处的, 其实, 有心机的人, 在说话时, 言语很柔韧, 宋庆龄温柔有气质, 但他绝不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, 他的言语柔软且有力, 能用最温柔的话语, 说出最霸气的决定, 这才能得到蒋介石的爱慕, 说话柔韧不是因为软弱, 而是让对方更能听取自己的意见, 有心机的人, 不愿意与对方有大的争执, 更愿意用柔的方式去说服别人, 这样会让对方有被尊重的感觉, 真正有心机的人, 说话时, 懂得以柔克刚, 那些不愿意说话柔软, 总是用刚硬的态度去对待他人的人, 往往得不到自己想要的, 也得不到人心, 与人交往, 没人愿意看你的脸色的形式, 说话时言语柔韧, 会给人舒服的感觉, 更愿意与这样的人交朋友, 人生路上, 学会择有, 学会用一双慧眼, 去识别人心, 人际交往中, 很难在很短的时间内, 真正的了解一个人, 所以, 不必太早的付出感情, 更不必付出的太多, 与人相处时, 保持一颗平常心, 慢慢的与他人接触, 一个人的人品怎样, 从他说的话就能听出来, 人品好的人, 说话时坦诚, 带着真诚, 带着诚意, 心机重的人, 说话时总是带着揣摩, 带着试探, 带着浮夸的承诺, 一个人, 有着怎样的人品, 有着怎样的内心, 时间会证明一切, 在不知道别人是一个怎样的人之前, 不要畅作欲言, 而是要小心谨慎的交往, 与人相处, 守住自己的嘴, 不要逢人, 就将自己的家地全部说出来, 学会如何交友, 人生路上会少很多坎坷, 如若, 把人品不好的人, 当成知己好友, 受伤害实在所难免, 对待朋友, 不必要求太多, 能真心对你, 不离不弃, 就是真朋友, 如若, 一个人充满了算计, 那就趁早远离。